我們知道修哥 修哥是2017年就開始跟著阿北打選戰 對 軍事政府 然後後來就成為阿北北市府的社會局長 人生都是意外 然後珊珊是2019年成為這個阿北的副市長 然後你們兩個有共同的經歷就是 疫情的那段時間 所以在這個感恩守夜的活動 就想要請修哥跟珊珊來分享 對於這位長官 就是你們有什麼對他感謝的話 可以跟大家來講 大家晚安 晚安 對 這個講疫情是有點沉重 因為我們歷經這個生死關頭 生死交關 現在坐在這裡是有點冷 但是很難想像當時坐在市政府 其實是你面對一個位置 然後你發現你沒有口罩沒有疫苗 然後沒有快篩劑 反正那幾乎就是要什麼沒什麼的地步 那你面對這個長輩一個一個過世 是很大的壓力 不過我在這裡要公開向各位講 為什麼我會跟著柯文哲 其實在政府的體制 這個柯文哲是怪咖 因為他反其道而行 通常是這樣 出事的時候一般的長官是跟你講說 這種事情你這種層級去處理就可以了 那通常都是政府官死在前面 然後這個市長活得好好的 可是我在疫情裡面看到 柯文哲易於常人 我們在面對這個大量的死亡 我看到市長給我們很大的鼓勵是 除了我在那個YouTube上面 在那邊不小心被陳自然搞哭了 陳自然人在哪裡 在那裡 就是不小心問到那一段 其實還有一段 那我到現在為止 這個跟市長有特殊的這種革命的情誼 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各位知道面對死亡是很沉重 然後我每天幾乎社會局在二樓 我每天往十一樓跑 每天 因為我們每天到下午四五點 我如果不是跑這一間就是跑那一間這樣 那警衛都覺得我是瘋子 那個又來了 對 他大概又有什麼事 可是我覺得柯市長在當時 他給我的感覺是很安定 也就是說我很放心的跟他講說 這個遇到什麼狀況 我有一段話我一直還沒有講 因為其實 在柯市府當政府官其實壓力很大 可是市長當時給我一段話 讓我一直到現在還記著 他跟我講說 你是社會局長 但是你不是醫生 醫療的部分 我們請這個專業 然後請聯合醫院的院長 陪著你一起開記者會 然後把大量死亡的事情講清楚 那我第一次覺得 這個有靠山 不會因為要讓自己獨自的面對 這個是柯文哲異於常人的地方 那一直到那段讓我哭很久 那個晚上 因為我們真的非常無助 可是當市長從電話裡面另外一頭講說 這不是你的錯 這是我的錯 這是我的錯 你們回家 明天再來 這個是非常非常難得 所以今天晚上天氣這麼冷 就讓我想起那個深夜 我們面對救護車 全部在仁愛醫院的院區裡面打劫 那我們看到一個有擔當的首長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容易的是 我覺得台灣社會有一個很怪的事情 就是政治人物面對挑戰 然後面對閃失的時候 沒有辦法承認疏失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那後天就要選舉 我覺得我們不只是需要一個好的總統 我們需要的是 當國家出現危機的時候 有一個人 他能站在頭前 他讓所有的官員 跟所有的政府的同仁 都知道說 這個是跟我們一起 他不只是長官 而是跟我們一起的人 是不是拜託大家在後天 讓這個人 有興趣 可以跟我們家裡走 家裡贏 千萬不要讓認真打拚的人 寂寞好不好 拜託大家 謝謝 謝謝